你看,如果说沿着北冰洋自驾一路向西 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又会看到什么 世界上唯一的北极熊保护协会 位于Hammerfest 从这里开始,来到了特罗姆瑟 敲响了北极之门 并去了北极圈内最大最早的酿酒厂和马克酒吧 我就想留在这里,天堂 晚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海边找到了住的房子 又在清早被民宿前的景色所震撼 还有夜晚,不经意的发现了北极光 接着探索世上唯一没有时间的小岛,Sammeroy 简单几句话却度过了很多天 我们来透过镜头一个一个慢慢看 这里就是挪威的北域,The Far North 我们北极圈环线的中段 天刚亮,我们就从SkyD出发去Hammerfest 这里就是皇家北极熊保护协会的所在地 好,我们到了 走了,加入 看北极熊 电视 天呐,你看楼上有多少密密麻麻的点 这些就是它会员到来自哪里 亚洲这边就要少很多 看我们中国这边 天津这边居然有一个点,好像 我来把它再扎一个上去 应该是 我成功加入了会员 我居然拿到了证书 出来后我们就沿着海岸线,向西开了近一整天的车程 要坐两次轮渡,前往特罗姆色 被称为北极之门的地方 也是北极圈内最大的城市 到了这个轮渡港口了 我们在等船 这条路路路也可以开过去 山路的话需要绕大概三个多小时 轮渡差不多也三个多小时 省不下来时间 但是就是说可以省调精力嘛 我刚看导航这个等船的时间 好像是没有算在内的 它时间一直也没有变少 如果这么看的话 要今天好晚才能到达Jomso 就是特罗姆色 18点30就是我们的下一班船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这里好近呀 这里也太安静了吧 船来了 完了 醉了 刚刚后来的第二班轮渡 来不及录影拍照 眼看我们就赶不上了 到了港口 船已经离港几米了 就差了一分钟最多 结果那艘船奇迹般的开回来了 就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谁懂啊 那种感觉太赞了 那个挪威的船员太赞了 这种通情达理 是要对全船的所有人都充满信心的条件下 才能做出的一个善良的决定 我们此刻正在穿过特罗姆色大桥 下了桥没多久 就便要看到救援车和事故车 这一路经常看到 好在人都没什么事 只是策划很危险 许多驾车一定要小心 耽误了一些时间 但是终于 我们在不是很晚的晚上 来到了我们的民宿 天却出奇的黑 我去探一下路 我们到了我们的民宿 拿手机罩着点先跟我进去 你要不要深 不要不要深 就是一条路来 因为太深了得去 在这儿 你带手机了吗 带了 跟我走 来手机罩着 这里面 这里面 好深 行好深 哦 这儿 这儿还好点 给你看到眼上那房子了吗 你拿手机罩着点 门在哪儿 打开灯光有没有 有没有电灯泡 嗯 打开了 嗯 OK 从这里面走 这儿好深啊 怪不得他跟我说 要是房子变白了 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小心点啊 嗯 这下面就是 那些工具进来 下面就是北冰洋 我在想我们的行李怎么带出去 卧槽 怎么了 这儿好深 你看看 这么深的雪 你等过去 那只能定彩啊 看到彩的了 这是门吗 你先得找到一个那个密码盒 这是一个简历游戏吗 你能看到它的密码盒在哪里吗 它密码盒 它说在烤架旁边 对BBQ的那个 在BBQ旁边 这里吗 哪里有BBQ啊 你看到BBQ了吗 没有 我靠 下面是BBQ吧 那个是不是BBQ 好像是 不会在顶白是吧 可能就是下面那个 我醉了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啊 啊 这么深 我也不知道路在哪 哇靠 应该肯定不是那个吧 诶 是这个吧 这个木房子 但是 你现在坐在哪 路会不会是这个 我这儿它被搬埋了 你可是真勇敢 这不对 不是 是个房子 是一个船屋 这儿应该是一个 踏跃轨道 应该是车可以直接到海里 那上来吧 这是一个门 太牛逼了 我找到了 其实我白天的时候 邮箱有收到一封房主来信 内容除了交代一些房子的使用手册之外 还特别强调了冬天会有暴风雪 如果房子大门被雪埋了 那里有铲子可以轻路 还有它怕雪太大看不到房子等等问题 所以屋内灯光保持了常亮 当时看到这些画是一脸懵逼 此刻才终于明白了 不过进来之后 房子里面还是挺暖和的 一切都挺好 然而虽然房子是我选的 但就在转天醒来 看到窗外的时候 我们还是被惊艳到了 在这里吃早点太爽了 白天跟晚上完全两个世界 简直 也不可靠地 芬哥 如果麻烦就够了 太阳水分布 沿着这条昨晚一团黑的路往回开 就会回到特洛姆斯 这个北极圈内最大的城市 被称为北极之门 这里有北极圈内最早跟最大的酿酒厂 马克酿酒厂 我们迫不及待的来参观 会给一小杯新鲜打的代表作品 是一杯拉格 甘甜爽口 异常的好喝 然后就有人带领去参观他的酒厂 以及讲述酒厂的历史 如果说你对于啤酒没有什么兴趣的话 那整体相对就会有点无聊 出来的话就是一个小店 门口的话有纪念品卖 可以买一些冠状的酒带走 这类的杯子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它会有小地图标在上面 喝了一杯比较好喝的啤酒 还不错 这个好像是北极圈内第一个酒吧 也是最大的一个自营酿酒的 最出名的酒厂 酒厂的旁边延伸过来 就是他们家自己的酒吧 O'Halland酒吧 1928年营业 近100种不同的扎皮头 是我见过扎皮头最多的酒吧 龙头的管道另一端 就直接接的是酒厂 对此零接触就可以喝到的新鲜的扎皮 谁可以受得了 这个是那1877 非常香 谢谢 你回答 你回答 好 就好了 然后 爽不爽 我光看着就爽死了 好喝 不过管的缆车我都不想去了 我就想留在这里 天堂 太饱了 我再记住头一杯的味道 我第三杯都喝那个 然后这样吃过来 对吧 好喝 就是好喝 在特洛姆斯的这一天 过得真的很开心 下午五点 紫衣的航班在中转了伊斯坦布尔和奥斯路之后 落地特洛姆斯机场 也终于成功的接上了他 由于没有那么久的假期 才如此安排 穿插在后段旅途相遇 看着他走出机场 初次见到外面的时候 那个表情 很遗憾 没有记录下来 但是这一切 而且也就都足够了 为了可以回家有时间准备晚餐 我们决定掠过缆车上山看夜景 大家也累了 坐在餐桌前一起去餐 等待极光 分享白天的快乐 便是我心中最美的夜景 然而极光 它真的出现了 这就是紫衣 我的女朋友 来得最晚的小伙伴 我们终于人到齐了 我们住的民宿这个地方 其实就在索马洛伊岛的边边上 在成沦渡离开去罗夫顿群岛之前 我们决定深入探索一下 这个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时间的小岛 萨姆罗伊 多篇的报道 多国的语言 在全世界的网络走红 内容就是说 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无视区 当地总共350多个居民 向政府申请废除时间 因为一年中 有两个多月 太阳不会下山 又有两个多月 全天看不到太阳 居民们丢掉了自己的手表 无忧无虑地过起了自己的生活 虽说 极昼极夜 是北极圈内城镇的固有现象 然而废除了时间 这个如此浪漫的文章 又何必去分辨它的真假呢 站在这里的每一个片刻 时间 其实都已经凝固了 中文字幕令人含有信任何一对 中文字幕令人含有信任何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